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近年来,每当渡目的这两句诗,频繁出现在网路上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国人举国大一动,回乡扫墓庆亲的日子到了。 那么,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我们的邻人日本, 他们清明也扫墓吗? 他们的扫墓与我们又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是扫墓时期,日本人的上坟扫墓,虽然与我们大致相似, 比如在逝者忌日、正月等,都有上坟扫墓、闪香敬祖的习俗。 但像我们那样,在清明节大范围的回乡祭祖习俗, 这个日本还真没有。 相对应的是,日本人举国大一动回乡醒亲扫墓是在八月的梦兰藤节, 这虽也源于中国,不过时至今日, 已经演变成为了与我们极相近又有所不同的日本式的扫墓模式。 那么,日本人到底是怎样上坟扫墓的呢? 首先是衣注。 虽然不要求正装,但还是比较强调整洁、朴素,一般还要准备一串面珠。 其次就是准备购品了。 有鲜花一般限于菊花和白色的花、现香、蜡烛、水果、点心等。 如果适者生前喜欢抽烟喝酒,也会准备一些烟酒。 当然,做事细腻认真的日本人上坟时,还要准备诸如摆放贡品的纸张, 点火用的火柴,或打火机,剪花用的剪刀、花瓶, 以及打扫墓地时,使用的小水桶、长柄水勺、海绵、拉布和垃圾袋等等。 这一切准备就绪。 然后开始奔赴坟场。 首先在先祖、亲人的墓碑前,双手和时报告后被子孙来上坟了。 接下来,就是擦洗墓碑,打扫墓碑周围。 然后开始插花、摆弓、燃香。 这一切做完则开始按掌幼、亲书顺序祭祖报告了。 这里最重要的是祭拜时,一定先要向墓碑泼水。 而且要整个墓碑都要泼上水。 然后正念面向墓碑双手和时。 念珠至于掌中,头低三十度左右。 威碧双目。 为先祖、适者祈祷名福,并感谢先祖保佑家人平安。 诸事顺遂等等。 此外,就是聊些家常了。 当然,聊的也不外是二儿子家老大考上某某大学了。 大闺女家小女儿,订婚了云云如果逝去的亲人中,有喜烟好久的。 就来两根七星香烟。 善壶松竹梅新酒。 这里要注意的是,日本人过去虽有,但现在一般不会在祭拜完后,把酒浇洒在墓碑上了。 据说是因为酒渗入杯中,会使得墓碑变色,或留下一痕等。 祭拜完毕。 当然就是打扫卫生,整理残留屋了。 这里也有一点需注意的。 就是熄灭献香,不可以用嘴吹。 而要用手轻轻扇灭。 因为他们认为,人的嘴乱说乱吃。 是积累恶业和污秽的入口。 故而不可以玷污了祭祀的圣洁氛围。 上面还提到了日本人扫墓,要往墓碑上泼水的习俗。 这却是一道不可或缺的非常重要的工序。 此一习俗与日本人的佛教观有关。 日本佛教认为, 人死后要便利死后世界的六道,天人道,人道,畜生道,阿修罗道,恶鬼道,地狱道,其中的恶鬼道没水。 往墓碑上泼水,就是给要进入恶鬼道的仙人提供水分。 而且泼得越多越好,除了能让仙人在恶鬼道中有足够的水喝。 日本人还认为,以水洗涤墓碑及周围,提供了清静的环境。 就能把仙人的魂魄换出来享受贡品。 至于往墓碑周围泼水,那则是根据佛教说法。 每逢祭祖时,各地的孤魂野鬼,就都会跑出来,埋伏在有人来上坟的墓群边蹭水喝,而给了他们水喝。 不仅能让自己的仙人墓附近得以清静,还能为自己积下功德云云。 做完这一切,就可以收拾,必须带回的如供品等物打到回府了。 东西要带回去,这是为了防止乌鸦、野鸟,来捡食公物弄脏了环境之固。 日本人的扫墓祭祖,表面上看来虽然细节上略有区别,但整个形式上,与我们还是大致相同的。 但是如果从意识形态上考量,则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 正如笔者开头引用的清明时节与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那样。 一看可知,我们古人扫墓上坟。 那是要欲断魂。 金人虽然没有欲断魂密说了。 但扫墓也是要表现出悲伤之意的。 因为在我们的观念里,亲人逝去,至此就是阴阳相隔两个世界了。 而日本人却不是这样认为的。 他们的墓文化所受佛教影响极大。 在他们的人生观宗教观里,人死了。 其实是另一种生的继续。 而且是进入远离尘世的日本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佛教之净土世界。 也因此,日本人比较看淡生死。 能平静地面对逝去的亲人。 这也是我们能看到的日本人,在参加亲人的造力时。 几乎没有嚎啕痛哭的现象的原因所在。 同时也是他们能平静地把墓园建造在车站,住居附近之原因所在。 这些,作为我们很难接受。 但日本人对于墓地与市民的居住区之间的比邻而居,却是平然视之。 因为他们认为,这种与死人共生的居住环境,非常和谐。 没什么可奇怪的。 有些一户建住宅。 家人甚至就把死去亲人的墓地建在院子里,或把骨灰供在室内。 没有任何避讳心理。 这绝对算得上是日本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了。 基于此,所以我们在日本人扫墓过程中,看不到他们有特别悲伤的表现。 实际上,日本人的心里是把墓地看作是活住的人和逝去的家族成员之间一个交流的场所。 沟通的渠道,在这里,他们所表现的,不是为逝去的亲人悲伤,而是与他们进行精神交流。 通过这些,一方面为先人祈祷名符,另一方面也是像给了自己生命的先人、先祖,表示感谢之意。